欢迎收看老包电影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是一部《地狱男爵大战黄金军团》的电影 《地狱男爵2》 按旧以前 人类和精灵生活在一起 本来情绪不犯河水 双方相安无事 可是人类太过贪婪 动了想要占领精灵族的领地的心思 双方开战 精灵族损失惨重 于是国王命令族中的能工巧匠 打造了一支机械黄金军团 和能操控军团的黄金皇冠 后来精灵族凭借黄金军团 杀了人类束手无策 但是善良的国王觉得虽然是战争 但是黄金军团也太过残忍 于是就主动和人类握手言和 约定两株各手一方 不复侵扰 还把皇冠分成三份 其中是一由人类保管 剩下了由精灵族保管 可是精灵族的王子厌恶人类 不满国王的决断 于是出走 等待着灭掉人类的时机 多年后 王子得知 由人类保管的那块皇冠碎片 即将拍卖 于是集结了手下的怪物们 前往拍卖会 抢夺了碎片 很快 地狱男爵等人所在的政府 秘密组织就得到了消息 上级指派男爵 活女 人鱼 以及其他特空 前去调查此事 当他们抵达拍卖会现场时 里面已经是一片狼藉 人也不知所踪 突然就像蝙蝠一样的小怪物 冲出来满房子乱飞 引起了骚乱 男爵等人的怪异形象 和身份也随时曝光 他们没有受到英雄般的爱戴 却遭来人们才气和歧视 拿到碎片的王子 回到精灵城堡 见到了国王 眼看看昔日繁华的精灵城堡 和人定兴旺的精灵族 已经被人类 极对的死属凋零 于是劝国王主动拿出 剩下的碎片给他 让他带领黄金军团 重振精灵族的气势 但是国王不想违背誓言 王子知道剩下的两个碎片 一个在国王身上 一个在自己的妹妹身上 于是杀了与腐不化的国王 拿走了碎片 但是对于公主 他却不能轻易下手 因为他们有渲染上的特殊联系 只要一方受伤 另一个也会跟着受伤 公主利用这一点赶紧开溜 男爵等人 来到怪物们进行交易 混聚的地下市场 导致了王子的企图 同时也发现了 混迹与此的公主 人鱼一路跟随公主 来到一家商店 公主在这里取出了国王 留下了关于 埋葬黄金军团的地图 公主发现了 没有恶意的人鱼 第二人就交流了起来 将他带回了基地保护 晚上休息时 王子潜入基地 想带走公主 公主急事地把地图 丢进火堆烧毁 把碎片 随意夹进一本书里 并呼唤来 男爵等人 男爵和王子对打 拍下阵来 被王子插了一枪 故意将枪头 留在了男爵体内 王子说想要救公主 和男爵就带着碎片来找他 原来这个武器 是精灵族特有的 一般人想把这个枪头取出来 这个枪头反而更向体内走 看来确实 非找王子不可了 但是政府领导 坚决不同意 因为一旦王子 及其所有碎片 人类都要完蛋 虎女当人可顾不了那么多 找到藏在书里的碎片 就带着重伤的男爵出发 在路上 他们得到了 昔日黄金军团的制造者的帮助 成功将男爵体内的枪头拔出 还找到了王子的所在 人鱼就公主心切 交出了碎片 但是王子却食言 不紧不放的公主 还立刻组装好碎片 立刻召唤出 黄金军团 将把他们一举拿下 众人只能和黄金军团 成面羹 但是黄金军团 不是真实的生物 根本杀不死 这是男爵想到了养父 曾经给他讲过的 关于黄金军团的故事 操控黄金军团的人 必须有皇室悬脉 而且无人敢挑战 他的权威 于是身上也流着 精灵之血的男爵大喊 我要挑战精灵王之子 黄金军团瞬间就不动了 男爵和王子在一次 一对一单挑 这次王子被打败 而公主就为了防止王子 继续作恶 选择自杀 令终前 王子告诫男爵人类 是不可能身心接纳 和他们不一样的种权的 叫他趁着离开人类 随后男爵让红女 把皇冠容了 黄金军团从此沉睡 最后男爵有敢于王子的话 他一时在位维护 世界和平努力 但是却屡招白眼其事 于是他向政府辞职 担心红女归隐 过上了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日子了 人类真的是贪婪 又自私的种族 男爵虽然是恶魔之子 但是还好和平 还为政府部门 做一些隐秘的工作 但是当他们出现在大众面前 受到的却是排挤和不认同 甚至连黄金军团被制造出来的初衷 也是为了对抗人类的种族侵略 最后男爵隐居 也是对人类深感失望的远离 以上就是本期老婆电影 为大家带来的内容 老婆电影 每天都有新东西 今天嗓子有点哑 这一段时间